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来自加拿大的恐怖电影《地狱自拍》 电影开头,主人公金发妹在家里梳妆一番,准备出门 她是一个十分热爱自拍的女孩 无论是何时何地,都要拿出手机,摆个pose,自拍一张 这一天,金发妹开车去接自己的妹妹黑发妹 两人在车上开始聊天 但是当聊到黑发妹的男友时,黑发妹显得有些犹豫 她似乎很不开心,就连金发妹提出一起自拍的请求都被她给拒绝了 回到家后,黑发妹拿起了她和男友破碎的合照 她变得十分伤心,开始哭了起来 但是这时,她发现自己的眼泪竟然横向流了出来 她拿起手机想要自拍一张 但却发现照片里面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 她吓得晕了过去 金发妹这时闻声赶来 她请了私人医生 但是医生却说黑发妹没有什么事情 疑惑的金发妹开始查看黑发妹的电脑 但是最终却没有发现什么 深夜里,金发妹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的视频 神奇的第六感,使她感觉到屋子里有些不对劲 她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第二天,她再次打开电脑 希望能查到一些跟妹妹有关的信息 这时她发现妹妹曾经登陆过一个奇怪的网站 她请来了黑客朋友小李 小李顺利地为她破解了网站 这时一个陌生人突然和她聊天 她说自己可以帮助金发妹 可是等到晚上,这个人突然给她发来一些恐怖的图片和视频 并且打电话骚扰她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金发妹打电话给自己妹妹的男朋友 后来才听别人说,她的男朋友因为事故早已经死掉了 这时金发妹看到妹妹像鬼一样突然站了起来 没有办法,金发妹再次找来了小李 小李利用电脑发现黑发妹曾经留给金发妹一个视频 视频中,妹妹告诉她,绝对不可以打开一个恐怖视频 可是现在说这种话,显然是不管用了 恐怖的事件开始接连出现 没有办法,金发妹只好去找那个骚扰她的男人 无料自己却被抓了起来 就在微赛旦夕时,小李偷偷地溜了进来 救走了金发妹 之后她打开那个男人的电脑 发现在视频中出现的怪物 其实是一个秘密试验品 影片结尾 当金发妹以为一切都结束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入另一个世界 而恐怖的事件也才刚刚开始 这部加拿大恐怖片制作成本非常低 但是视角却非常独特 它为观众营造的恐怖气氛 并非是多么吓人的鬼怪 而是观众自然而然地带入到剧情中 似乎陷入到了一个无体的深渊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